Hello大家好,我是火星小焦 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少女心的一款粉色的一个珍质开箱 这款外套的话我觉得是特别好看的 然后适合我们春天来穿的一款 它是一种粉粉的,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入手买回来给大家测评一下 这个摸上手真的好软啊,真的好软 这是我买过毛衣测评到最软的一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这种麻花的一个纹路啊 非常的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威领的一个开衫啊 然后这款的话就是比较百搭一点 然后搭配衣服的话看起来也会比较温柔 比较少女啊,就比较简凌的 这个颜色呢它是带有一点那种浅浅的粉 然后加入一种奶油的颜色在里面一样啊 看起来非常的软软的啊,非常的温柔 手感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做工也近一点 做工呢就是这样子的啊 它是比较一般的做工 看模特图穿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搭配一下 看一下上身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好了,我们已经穿上身了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粉叫做香玉粉啊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特别好看的 穿上身 里面呢我是配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基础款的吊带 然后这样帮我们做开衫船 下面配了一个浅男色的微载裤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版型 我们上身的一个效果 这个版型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不挑人啊 它这里是感觉有一点蝙蝠袖的那种感觉啊 版型非常好上身效果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前面呢它是有个三粒大扣子的 我们把这个扣子扣上然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我们把扣上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款的话是不挑人的啊 小个子女生也是可以优手的 真的很好看这个颜色 然后像这种春天来穿的话 真的就是有温柔啊 然后有显的气质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搭配 下面我是配了一个这种浅蓝色的一个喇叭口 下面是带开叉了啊 就感觉腿型非常好 像这样修饰腿啊 这个裤子的话性价比也非常高 然后我觉得春天搭配任何衣服都是非常好搭配的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整体搭配的一个效果 这样一套真的是好好看的啊 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舒服 这款开参的话我觉得性价比也是蛮高的吧 我们把它敞开来穿 因为平时的话 如果你想当一个套头毛衣穿 你就把它扣上啊 如果当做一个外套穿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当外套穿这样敞开来穿 会感觉更自然更随和一点啊 有点雍蓝风 但是非常简零这个颜色 我真的是爱了这个颜色 没想到它看着很普通啊 但是它上身效果确实还是蛮好的 春天穿是最好不过的 这个颜色 大家喜欢这件外套吗 记得给我留言哦 感谢大叔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